我們現在開始上內容叫做有機化合物 第一個是先加什麼叫做有機化合物 何謂有機化合物 就在歷史上 歷史上人類開始最早把東西分做有機跟無機是來自 如果它來自生命跟生命有關係的 我們就稱之為有機 如果就是一些石頭啊那種東西啊 那跟生命無關的就叫做無機 古人認為有機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從無機的東西裡面蹦出來的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我們孫悟空從石頭裡面蹦出來 因為無機絕對不會生出一個有機的東西 這就是所以呢 來自有機的叫做有機化合物有機化學 來自無機的就是無機化合物無機化學 這是最早的想法 可是後來有位大哥叫做烏拉 他在做實驗的時候不小心 他本來不是要做尿素 可是他不小心做出了尿素 尿素是尿裡的成分 是所謂的有機的 可是他卻是從什麼青酸甲啊 硫酸胺啊 那都是無機的東西所做出來的 所以從此打破那種所謂的 來自生命的就只能從生命製造 沒有辦法從無生命製造的這種想法 所以這種有機跟無機的想法就已經被打破掉了 那麼但是這個名詞還是留著 然後就有一些原因把它留下來 我們現在所謂的有機化合物是 指了含碳的化合物 含碳的化合物我們稱之為有機化合物 重點 含碳的化合物叫有機化合物 但是歷史上有一些化合物 當初就被列在無機 所以現在雖然他含碳 我們繼續說他是無機 包括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鹽跟氫化物 有些老師沒有教氫化物沒有關係 好而且你看這個字叫小心 這個字就代表劇毒的意思 有些時候是劇毒的意思 OK 那重點是前面三個一定要記住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跟碳酸鹽 那個碳酸鈣啦 碳酸鈉啦 碳酸氫鈉啦 叫碳酸鹽類 這個雖然有碳 但是我們仍然把它列在無機化合物當中 所以考試重點一 什麼叫做有機化合物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重點二 哪些是例外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跟碳酸鹽類 還有我有講的氫化物 叫做例外 OK 這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好什麼叫做有機化合物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有但是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鹽是例外 好 那有機化合物除了碳之外 還有別的東西 主要是氫 主要是氫 但並不是所有的有機化合物都有氫 但主要是氫 除了氫之外 還有氧啊 氮啊 硫啊 這些東西 所以發現好像不多嘛 對不多 能夠構成有機化合物的元素 其實沒有很多 可是種類非常多 那時候我們後面要給你提熱 好就這樣子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要做一個實驗 叫做乾溜 乾溜就是要隔絕空氣加熱 我們要把木材東西拿來乾溜 那為什麼要乾溜 為什麼要隔絕空氣呢 因為它可燃啊 木材可燃 所以如果你直接放到空氣中加熱 它就燒掉了 它就不會去分解 所以呢我們要把它隔絕空氣加熱 這樣它才會分解 因為呢 木材是可燃的 我們總共會提到兩個東西的乾溜 這是第一個叫做木材的乾溜 我們未來還會提到煤炭的乾溜 煤的乾溜 那我們怎麼樣隔絕空氣呢 左下角這張照片 這個圖呢 是古時候的做法 我們拿一個試管 然後裡面塞了木屑 上面塞滿了棉花 用這個方法來隔絕空氣加熱 但是現在我們都用 右邊這張照片 這個圖裡面所顯示的方式 就是用竹筷子 拿鋁箔把它包起來 這個是師大蕭士隆教授 所提供的方式 現在我們用這個方法 比較簡便 比較簡便 比較好 而且比較很好做 那個試管那個東西也不好做 而且做完之後 試管藥就毀了 因為它會出現一些黑黑的 那試管很難洗乾淨 好 很難洗乾淨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 右邊這個 所謂的包起來的方式 就是呢 你把一個鋁箔紙 除筷子 放起來 把它捲好 通常會讓你捲兩隻 有個比較長 然後把它抽起來 有個洞 然後再加熱 你看這個火 待會跟你講 然後再打開 看裡面的產物 就是當會你要背的東西 當會你要背的東西 叫木材的乾溜 好 你把那個鋁箔 把那個竹塊包起來 放到火上烤烤烤烤烤的時候 然後它就開始分解 分解產物 有氣態產物 液態產物 跟物態產物 麻煩你通通背下來 氣態產物 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跟氫氫跟夾碗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 通通可燃 所以這個實驗的步驟中有 要你烤一烤的 它會冒煙 一開始的煙先不要弄 因為它可能不是我要的東西 好 然後就開始 然後呢 冒一段時間就點火 看它可不可燃 答案叫做 可燃 它的氣體產物裡面 除了二氧化碳不可燃之外 其他的一氧化碳 氫濟跟甲烷 都是可燃的 所以你可以點火 讓它可燃 這是我們以前學生 做實驗的拍的照片 讓它可燃 你們應該也會做這種結果 大部分都會成功啦 如果你做不成功的話 那就帶那個 火還很大 你看有沒有火還很大一隻 所以要點火 看它是否可燃 然後可燃 起產物可燃 然後呢 還有所謂的液態產物 有兩個 一個叫做黑黑的膠油 黑黑的膠油 一個叫做無色透明的是醋磚 這個是古時候 歐洲有一些人 不會用發酵法做醋的時候 用這種方法做醋 把木頭烤一烤 然後裡面就會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所以會讓你拿什麼10S 是它酸性還是中性還是碱性 是它酸碱性 液態產物有黑黑的膠油 一種混合物 還有無色透明的醋磚 還有一個重點是它的固體產物 炭 烤完之後 那個黑黑的就是炭 就是黑黑的就是炭 那個木炭 黑黑的就是木炭 OK 好 這也是我小時候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我小時候人家告訴我 那個木炭就是木頭燒過以後的剩下 我不懂啊 那為什麼木頭只能燒一次 燒完就變成灰就沒有了 它木頭可以燒兩次 燒完變成木炭賣錢賣給我賺錢 結果他們所謂的燒是什麼意思 乾溜 乾溜 做個搖 加熱 把木頭放進去 然後燜起來 乾溜 拿出來就是木炭 不是真的去點火把木頭燒掉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OK 好 乾溜 所以 固體產物就是炭 就是重點 就是重點 好 所以你從這個反應器用作可以知道 我那個木頭裡面會有炭有氫有氧 有炭有氫有氧 因為剩下就是炭 所以就知道有氧 有氫氣 氫氣 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所以會有氧 所以呢 我由這個實驗 我可以知道 木炭呢 你竹筷子裡面至少有這三個成分 炭 氫氧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